这在等着吧的人 您好您好 请问讲中文吗 这我们这儿是等大巴吗 现在对啊 ok 那个我们是美国的媒体 我们是美国之音 我们想了解一下这边这个 行吗 可以吗 谢谢您 行 咱就这儿聊聊好不好 是您现在在这儿 是您是怎么来的 能讲讲吗 我是通过从中国中国昆明到曼谷 然后再到摩洛哥的卡山布拉卡 然后从卡山布拉卡到基多 然后从基多做大巴 过境到哥伦比亚 然后从哥伦比亚的雷克克里 坐船到巴拉玛的一个小渔村 大概 对 而且当时风险很大 风险很大 坐夜船我带着两个小孩 您带两个小孩跟你一起 对 多大了小孩 七岁跟九岁 七岁跟九岁 对 那走了多长时间啊 从中国出发到现在 一月二十五到现在一个月了 将近一个月了 对 那您您在这个走雨林了吗 走了多久啊 走雨林走了两天 走了两天 对 雨林里什么情况能讲讲吗 危险吗 雨林 你说危险它也不危险 你说危险它也存在一点风险 因为第一天我们走的是那个爬坡 爬山坐大山 坡度大概六十到七十度 挺陡的 对 对小孩还有胖的人还是有些风险 第二天走了十个小时 对体力不好的也有风险 随时可能脱水啊什么都可能 还有一些眼睛蛇在那里碰见 很多条眼睛蛇 还是很艰难的吧 小孩怎么样觉得幸福 小孩没办法 实在没办法 在国内政治环境太差了 我必须出来啊 为了下一代 为什么能讲讲具体讲讲 为什么出来 不喜欢国内的政治环境 它独裁 它专制我为什么还待在那里呢 它对他对老百姓不好啊 事实命如草剑 能具体讲讲您什么经历 让您这么想吗 什么经历 这经历也是从读书到现在 他们一直在欺骗我 欺骗我 骗你什么吧 不管从教材也好 还是从他们的宣传也好 都在欺骗 没有依据生法 比如什么事情在欺骗 比如说疫情呢 还有他们所宣传的 对老百姓怎么样 你们可能也知道一些 你们具体讲讲吗 跟你有关的 跟我有关的可以啊 比如说我大学毕业之后 然后到就业这个阶段 然后给你承诺嘛 开始给你承诺 然后办不到 反正满嘴跑火车用 什么承诺办不到 比如说你 分配你啊 分配你给你个报道证 然后你去 然后就提高就业力了 但是实际上大把的大学生 没就业啊 这就是欺骗啊 很典型的一个 现在国内还是这个情况 还是这个情况 就业力很低 经济环境很差 政治环境很差 那您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 要走线出来 两个原因吧 第一国内国内的上层斗争 可能快结束了 上层斗争结束 那么肯定是针对下层了 我们这底层 他肯肯定要把国门关了 我估计啊 这是我的预测 第二美国大选 我怕有些政策性的变化 我连美国都出来了 大概就是这两点 如果要细说的话 就很多摆三天三天都摆不完 那您出来之前 知道这条线上具体要怎么走 知道这些风险吗 知道一些 知道一些 而且这个条线存在了很多年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验 风险是肯定有 那天我们做夜船 那天到处有条船翻了嘛 死了7个印度人跟4个阿富汗人 然后中国人的船没翻 但是风险很大 如果再给我选择这机会 我还是走正常学道来吧 去签证吧 因为毕竟小孩很吓人 把小孩都吓到了 但是您知道之前也知道 有些风险还是带着两个 一个7岁一个9岁的孩子 对 对 国内的风险更大 那您接下来是要去美国 对 一定要去 为什么一定要去 我无所谓 我可以回去 但小孩一定要去 为什么呀 因为给他一个更加公正 公平公开的环境 而不是什么都藏在桌子底下交易 那就放弃国内的一切来美国 一切 很有勇气 勇气谈不上 勇气真谈不上 比我们更有勇气的人多得很 勇气谈不上 只是说 只是说国内的环境太差了 可能美国的环境也不会比国内好很多 但是它最起码的一点 很客观的说 它对 它对待人 尊重人的生命来说 至少要强一点 国内是完全不尊重生命 那您出来这一趟交钱了吗 花了多少钱 花了就是 交通时数 大概有算过大概多少钱 10万人民币 您和两个孩子 您和两个孩子 还有我老婆 还有您太太 对 那那个过雨林的时候交什么保护费 然后向导费 过路费 也交过吗 当然有这个 毕竟过别人地方需要人家提供一些服务 交了多少钱 七百刀 四个人 大一两个大人 一个人 一个是七百刀 就是每两个大人两个孩子一共两千八百刀 两千四 他有一个算了半价 一个才七岁 他算了半价 这条线好像是比较贵的 是不是过雨林 算是比较贵的 为什么没选另一条 另一条 走走走的路的时间太长了 然后小孩可能承受不了这么高强度的这种体力 你现在钱还够到美国吗 我也不知道 说实话 我是走一步看一步 不担心 我相信 我相信自由女神在那里 我一定能到 行 谢谢您介绍我们的采访